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今天是6月10号 今天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 英美宣布签署新版的大西洋宪章 而且这个宪章的目的是针对中俄 在七国分会前夕访问英国的美国总统拜登 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共同签署了新的协约 表明两国将共同应对中俄挑战 尤其在人权与自由贸易领域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应对中国的病毒战 差不多同时英国政府发表了香港半年报告 罕见严厉的批评北京在2020年三度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这说明英国开始日益强硬的针对中国 拜登在会谈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 谈到了英美的特殊关系 双方共同捍卫民主价值观的意向 而且英美这种联盟得以重新确立的意义重大 他们讲共同应对本世纪最严重的挑战 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 其实是建立在大西洋宪章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英美联盟的关系基础之上 我们知道大西洋宪章又称卢斯福丘吉尔宣言 他是于1941年8月13日 在大西洋北部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 签署的一份协议 但这份协议当时正值纳粹德国 横扫了西欧南欧东欧之后 苏联军队节节败退之际 因为巴巴罗沙行动已经开始 当时德军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数百万苏军被击溃 被俘虏 被消灭 当时整个欧洲看来有可能被德国占领 除了顽强的英国 但是通过英美合作 英国迅速地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这些军事援助非常重要 因为苏联当时工业生产相当落后 虽然生产了数量巨大的火炮坦克 但是他们效率低下 性能落后 所以战斗力非常弱 经常被德军摧毁或者俘获 只有英军提供的那些大炮 卡车和坦克 才更有用处 或者说一些重要的部件 使得增强了苏联军火的性能 所以苏联红军才有能力 守卫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否则的话 1941年冬天 这两个城市肯定会被德军攻陷 因为当时斯大林已经做好了逃窜的准备 苏联最后之所以能够转败为胜 主要还是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 德国向美国宣战之后 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这些援助是非常惊人的 我看了一个数据 当时美国援助苏联的卡车 就有大概50万辆 而当时德国军队所拥有的卡车 连5万辆都没有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作战的 德国数十万大军没有后勤供应 而且到了冬天以后 那些德军士兵甚至连手套都没有 很多士兵官兵的手都被冻僵了 甚至都无法抠动扳机 枪也冻坏了 甚至坦克冻坏了都不能行动 大炮也会上洞 这一切都是德军的作战线力大大所减 而苏军却因为 有了美国人提供的大量的军事装备 尤其是卡车 源源不断地向上级 向前线补给弹药 军需以及兵援 所以说苏军才能打赢斯大林格勒会战 但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民主党的总统 他比较有点拙情 他后来硬拉法国俄国和中国建立了联合国 而且这五个国家组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俄国也罢 以及后来的中共也罢 实际上都是赤裸裸的流氓国家 他们唯利是图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 国际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或者应该遵守的秩序 他们总是想霸占别的领土 总是想侵略别国 尤其是中共继承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地位之后 那更是成为流氓中的老大 跟俄罗斯狼狈为奸 把联合国变成了一个 简直流氓国家的代办机构 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 完全就成了中俄控制的一个国际机构 还有甚至最滑稽的是 美国欧洲国家竟然纷纷被排挤出人权委员会 而取而代之 反而都是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超选 伊朗为这些人权恶棍 幸亏后来英美发现联合国不对头 把英美联盟扩展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个组组织后来成为抵抗极权主义的基石 而且这个组织应该说是在幕后建立了人类基本和平的秩序 因为它通过遏制苏联 遏制流氓国家 尤其是美军在全世界充当义务寻军 从而维护了人类的和平 而且在漫长的冷战中 终于摧毁了共产国际 并且最近这20年来遏制了伊斯兰恐怖主义 所以以英美特殊关系为主的大西洋联盟 讲白了 也就是英美联盟 也就是美欧联盟 现在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那就是承担应对中共病毒战 重建国际秩序的重任 因为过去一年半来 这个病毒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是空前的 可以这么说 不低于一次世界大战 至少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 可能超过了一战和二战总和 新版的这个大西洋联盟呢 意义重大 而且呢 现在看来呢 这个拜登与约翰逊的联合声明呢 很可能跟历史上的 罗斯福与丘吉尔联合声明一样 具有历史意义 因为呢 这象征着呢 就是自由世界呢 已经战胜了中共病毒的进攻 下一步就要对中共进行清算打击 就像呢 1941年 英美这个大西洋宪章宣布以后呢 英美在全世界范围内 支持或者开始了 对纳粹 对意大利 对日本的反击行动 而且呢 根据最新的这个消息呢 说是中共的一名将军级的病毒战领导人 已经叛逃美国 而且呢 受到了这个美军的保护 这位将军呢 已经和盘脱出了中共病毒战的所有机密 这就是过去说的 过去多日来 人们纷纷议论了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 所以美国政府内部呢 现在已经确认是中共发动了病毒战 所以说呢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 就致力于巩固美日同盟 重建英美联盟 这都是为了打击中共 做政治与军事上的准备 而且呢 这一次的这个七国峰会呢 将给将使得整个西方人空前的团结起来 从而呢 为将来呢 这个严惩中共 这个彻底结束中共的病毒战 而建立一个政治上的基础 谢谢收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